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靈異村 BennyCCW BennyChan 你這麼早啊?你真的打卡 打卡輸給你啊! 今天他們居然 川規打卡冠軍 跟你開張牌啦! 看看你最近怎樣 防護,受到挫折自我否定 最近 有些 不太認同自己啊 為什麼有人說你的壞話 或者是在工作上 反而阻礙自己未來 最近信心差一點 是在防護自己的自我保護自己 簡單來說 潛水藏起自己的狀態 指揮有豐富經驗,自我充滿活力 但其實你的性格挺好的 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還有呢 反應很快 轉數很快的人 那你呢 所以其實如果你 和你的人呢 都是做朋友的 有些道義的 哈囉 有第三者 這些都是亂猜的 我免得不仔細 我隨便幫你開牌 不是開牌 阿Wing自己 買了頭籠牌 他自己開 阿Wing也很有天分 因為他一看他自己明白 其實 不過他就說 我想問一下村長的意見 就給我看 那你們有時候 開了牌 其實你們自己明白 你們自己一定知道 因為你們在問自己的事 是最準確的 但是呢 你們呢 就是沒有信心 就拍照給我看看 那你們村長 哪有托的手肘 有時候你們拍給我看 我一定答 那我也解釋了 阿Wing 阿Wing你那一段話 可以說嗎 是嗎 就是你問什麼問題 可以說嗎 如果不能說 我就不說 我等你回答我先 今天呢 也有些開心事 可以 說得好 阿Wing問做生意 有一個朋友 找他合作生意 他自己開牌 我先開一個 阿Wing問的問題 類似就是那些 阿Wing自己看到 村長是否都好像 解釋得不太好 那其實我一看 你大概都知道 其實都準的 那個牌都說得不太好 那樣呢 但是呢 我就幫阿Wing看一看 那他就是說 他解釋了幾張牌 就是說 這盤生意 你想啊 你們想得太美好 實質呢 實質呢 跟你們想像之中 不是太美好 和相差得遠 其實 這個生意 你做了下去 你沒有回本 是很難的 所以他叫你不要做 不過呢 就看看你自己的信心 我也是那句 這些都是剪卜一下 你自己 准不准你自己的心裡是知道的 那你自己就多些研究 當是一個提醒 那這個生意 你就放多些心機下去 或者做多些研究 九十九 我很想找你 唉 是我錯 那套流金歲月 真的被KO了 你上次沒有說 當然要看一些血腥暴力和靈異 你對 是我錯 我因為沉迷這個女色 沉迷這個美色 最初看到劉思思 和另一個藝妮的女生 很漂亮 頭十一集都挺好看 那就糟糕了 最近開始看下去 很悶 果然文藝戲 變了劇集之後 也是很可怕的 後來很悶 而且很不寫實 過往那個電影 鍾楚紅和張曼玉做 因為電影很短 很精靈的 一被現實版之後 被劇集拖得很長 而且東西很不現實 那些人 我不懂形容 好像不用做 錢又會賺到 但是又有很多災難 但是又會賺到錢 然後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然後我又不穩心去看 尤其是 老闆是很現實的 你的員工賺到錢 我就說你死了 好像很八卦 那個員工會不會賺到錢 你又調到他的部門賺不到錢 那我拖頭 什麼事 我錯你了 我們也要看血腥暴力 我下次再介紹你們看鬼片 尊重的強項 文藝片的東西 我現在認識條鐵 我點了你們 不好意思 大家那套劇 看完美女就算了 不用全熬 終於放入日假了 好 大家這個假期 可以多些 我介紹多些鬼片 我們靈異邨 多些事情 就看看 還有 找尖目尖 尖目尖的朋友 我不敢說太多 尖目尖本身就忙 他很仔細 他堅決要質素 不要質素 他堅決說 一定要等 他一定要做好 才答覆 所以他說寧願不接著 所以寧寧就很心急 為什麼尖目尖還沒找我 有些電話還沒找我 那就要等 尖目尖就是這麼固執 所以我跟他經常都說 你真的 所以他的質素 永遠都不會跌 因為有些人會摺得很多 很密 心是紅了 會跌的 質素是不會的 但同樣道理 如果你是靠你飲品 你一定是黑食的 所以我也是說 好歹你是不是靠你飲品 好 但是其實一次可以開幾張牌 像阿Wing這樣的 我們玩這些塔羅牌 還有 求籤牌一定是一簽解一試 塔羅牌 他是用他的方法去提醒你 讓你得到答案 所以村長得到的 我一張牌就得到 如果你得不到 那你就 我不太肯定 你就要開多一張 塔羅牌是跟你合緊 即是跟你兩個V混混混的 他盡量用多些方法去提醒你 譬如 你最初是 你是得到五成 那你就要開多一張 他就要下一張再提醒你 下一張再提醒你 這樣 那 我都不是很大 有時候那件事很複雜 他根本一張牌解不完 那你會見到我一直 一直在問 一直在問 一直在開十張牌都有 但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開一張牌就已經知道了 那所以你說 是否有一個很死痴痴的規限 是沒有的 是你和負牌合 所以我為何說 你們自己問 問完你 你如果開了牌是甚麼 你拍張照給我 你不要去 告訴我 你拍張照給我 我看看你怎樣開發 你是問了些甚麼 就是這樣 他是跟你合的 我看看他怎樣回答你 那負牌會不停地就你 越跟著你 他越知道你的為人 你越問 就越來越快 就越來越快 很爽的 所以 就是 如果喜歡玩頭牌 是最好 就要自己有一副的 一定是開面那張 不一定的 miniwan 你喜歡都可以的 你喜歡中間 你喜歡很英俊的 我要玩 感應一下 拿這張 都可以的 是 其實是 是你的第六感 去拿 一個 答案出來的 那 你們問一下 這些節目問題 我想起 我招數集中 有一批 檔案就是這樣的 有些人 在自己的地牢裡 無緣無故 收拾東西的時候 舊屋 就發現一箱箱的文件 他們就發現這些文件 但是 為什麼這些文件 是俄文的 原來 就不是俄文 是前蘇聯 都是那幫人 不過 現在叫俄羅斯 那時候就是以前前蘇聯 他們解體 那些軍人 那些機密的文件 他們 就是 送出去 那些人偷運走 那些人就收在一些邊境 離開了那邊 那些國家 很準確 很簡單 直接說 那些地方 收這些文件 因為那時候 就是這樣的 原來就是 其他國家 例如 那些宣傳國家 或者那些國家 當他們解體的時候 很多人 去偷他們的機密文件 因為想當年 他們軍事 很多東西 那些文件 都有用的 正如 那時候 德國 就是東西德 那我就跟他們的軍人 聊過 他們退役軍人 就說 想當年 將一輸了 美國和 蘇聯 就是俄羅斯 兩邊 搶他們的機密文件 當中 德國 搶了他們 那時候 你記不記得 二次世界大戰 就說 他們經常拿人來實驗 拿戰夫來實驗 拿人來實驗 那時候試藥 美國搶先一步 就偷了這些文件 就說 都市傳說 我一定是靈異村 所以 為什麼他們的醫藥 那麼厲害 因為 他們拿了很多 很複雜的數據 另外一個國家 在日本 當年 他們以前 做了很多人 在實驗 所以 他們的藥 醫理藥的數據 有很多很準確的數據 不說 我不知道 有多少是真 多少是假 這些流傳 但是 這些文件 就搶來搶去 那時候 這些很機密的數據 大家拿了 就是自己 自己用 那 就說 原來 前蘇聯 就有很多的數據 就想當年 被人搶來 手掠 有些人 為了保護 那些數據 就是保護這些機密文件 就送走了 但是 你的身體 懷著這些機密文件 被人捉到 都會有殺身之禍 於是 那些人 藏在那些地方 就一直都不說 直至去到 有一些平民的屋 那些子女 都已經是大了 阿爺都死了幾年了 他們 就是 手掘回家的屋 那些床屋 被人填了 好像我們那些 做底床屍 咦 原來 為何還 有個暗門 封了 原來 裡面 就有很多這些 一箱箱的文件 裡面 是非常之多 關於一些 古靈精怪 除了有一般 軍事的文件之外 還有一些 古靈精怪 包括一些靈異物件 他們有研究靈異物件 研究超能力的東西 他們 還有研究 UFO的東西 當中 UFO的文件 裡面 有很多 原來我們已經是耳熟能長 經常在網絡上說的幾款 其實他們也有 原來想當年 他們說的什麼 羅茲威爾 什麼什麼 原來他們也有 一份 他們自己也 收到這些 封 所以原來他們也有 除了這些 原來他們自己 在本土 發生一些 UFO 古怪的事件 他們都一一緝錄了 又研究 甚至乎 原來他們想當年 都有一些秘密的基地 去研究 那些 不是星波 那些 磁場的能量 所以很耐人尋味 但因為已經解體 已經散了 無從追究 但發現 文件之中 原來 那時候 蘇聯軍事很厲害 軍事很好 你想想 美國也要記他 相傳美國 是這個 講話 上月球 那東西 就是記蘇聯 那 原來都這麼迷信 是的 都相信這些 你說我們 是普通的市民 或者普通的星斗 民眾 那怎麼會 對這些東西 不敢興趣 所以 大家都很正常 所以覺得 以前 強勁 都這麼相信 我們這麼星斗 我們不相信 所以 都OK 我們可以研究這些問題 絕對不會覺得我們瘋 好 狗狗你 對不起 我錯了 文藝 你上次 我覺得你這樣說 都很搞笑 那就是 看來是血腥暴力 我終於知道 你的道理是對的 玩什麼東西 文藝 我看到後來 你如果是做老闆 那些銷售 銷售到東西 是賺到錢的 你當然要繼續支持他 你的部門的人 賺到錢 他當然厲害 當然要支持他 你怎麼會打散他 叫他不要這樣做 去別的地方 即是 將一個很厲害的銷售 突然換成秘書 那些 拋了頭 我真的 我錯 99我錯 好繼續 今天要說 咦 我要跟你們說 我們之前 就 很多不好的新聞 負能量 因為很多藝人過身 那我 就今天 看到一個新聞 雖然說是漁人節 但是 老鎮順 順順說 他自己結婚 他就覺得 他的結婚對象 是他媽媽安排給他的 他當然有一點 不是靈異的 很順緣 他說 因為 他單身了很久 不知道怎樣 這個女生 認識了很多年 但沒有聯絡 他就看回 老鎮順的訪問 就知道他媽媽離世後 阿順順很不開心 他看到阿順順很孝順 很感動 一場朋友想聯絡一下 結婚了 後來他們就拍拖 最近說要結婚 他的女朋友 做餃子給他吃 他一吃下去 他就哭了 哭了出來 因為 他媽媽做的味道 跟他媽媽做的餃子 是一樣的味道 他就覺得 這個女生 是他媽媽安排給他 吸引他回來的 那我呢 聽到這樣 我就 立刻留一個短訊 給阿順順 我沒有想過他會回覆我 因為你都知道 村長現在沒有拍劇 很久沒見他 我順順 我是羅榮亞 我說 我看到你的訪問 我首先恭喜你 很開心 結婚 恭喜你 還有 你 說親人安排的人給你 我相信是 因為 村長上次沒有分享我舅父的事 我說的很簡短很快 我舅父也有同樣的經歷 就是他拜完我舅母之後 上了一架Van仔 那Van仔的號碼 就剛剛是他老婆 電話頭四號碼 然後去到 出道駕車 坐到這輛車 就坐到出去 就撞到那個女人 然後呢 就撞到這個女人之後 後來呢 就是 轉個頭在其他地方 他去看電器 原來這個女人在那裡做 然後他們就拍拖了 他就覺得是他太太知道 他走了 然後呢 就安排一個好的人在他身邊 那我就說了這個故事 給阿淳淳聽 所以我相信 都真的 可能是你媽媽 安排一個人給你 恭喜你 那他就很開心 他有福我 他就說好啊 謝謝你啊 那他就說 擺酒請我去喝 我說好啊 一定到阿淳淳 我首先呢 阿淳淳應該就是沒有看我靈異節目 不過我都在這個節目裡 我想恭喜阿淳淳 我希望他呢 是找到自己真正的快樂 有個盤 是吧 做人的事很簡單的 那就開開心心吧 是吧 緣分 韓國就有一個電梯遊戲的傳說 那就是相傳韓國就有一種玩升降機的方法 我們就叫做玩升降機 但是他們就是一個電梯的遊戲 叫做遊戲 那就是你要在一個晚上的時段 你只要按升降機 按升降機就是上二樓 然後呢 就再上四樓 然後再上六樓 如此類推 二四六八這樣上 上完之後就下回一樓 對了 然後再上回四樓 那你就會發覺 你有機會 列門一開到四樓的時候 就會是一個不同的空間 就是玩跳層跳層跳層 突然間急落 然後再上回四樓 那就會是 去到第二層了 那他們玩法有很多 這個是其中一個 有些也很誇張 一樓十樓 下回一樓 然後就十幾樓 又下回一樓 又幾樓 這樣 他玩法有多重 那我簡單講這個 那主要原因就是 今集的故事 就是講 有一家新起的商場 那他第二天就要做開幕了 那之前呢 他們的員工就已經做好訓練 首先訓練一些安保 他們的處理 這些東西 有些人安排又很忙 一些檢查 他們的經理都出來 開了會 明天的商場就開幕了 那你們呢 就是做保安的 那你怎樣怎樣怎樣 那他們呢 就不用忽視 那大家都做到好事 那些商店都紛紛 是入滿了貨架 他們的商店都安排了 員工明天開幕 交債數好所有的東西 那他們的安保 就是要看著 就是負責 那些商店都準備好之後 就要等到那些人走完 那他們就下了個閘 然後他們再檢查過商場一次 那他們呢 那他們呢 就搭升降機 就走了 那他們搭升降機 走的時候呢 就 當時呢 就有兩個安保在升降機 那其中一個就說笑 就說 那商場明天就開幕了 現在都沒有人 要不要我們試一下升降機 那另一個就說 咦?難道想跟我玩電梯遊戲? 那他們說 好啊 你便試一下玩 那其實呢 主要是他們的工作本身 都是要試一下升降機 那他們說 沒所謂啦 那就按二樓 讓他們的門開一開 那便按商場的四樓 那個門又開一開 然後再按商場的六樓 那它不是很多層 只有幾層而已 又再開一開 那接著他就下回一樓 按一樓 商場的門又開一開 然後呢 就再按到四樓的時候 那個樓門一開 就突然之間 就有個女人 進來 那一開門的時候 原來那個女人在等升降機 那女人進了升降機 那他們兩個馬上就很尷尬了 剛才還在玩升降機 就是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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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女人就等了很久 那他們馬上就很安靜 那樣裝沒事了 本來在玩升降機 那那個女人進來 那女人進來就沒有出聲 很安靜 那兩個人呢 就很害怕的時候 突然間 那些安靜的眉頭一皺 咦 不太對勁 因為呢 那些商店的人是走光了 為什麼 何解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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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他們覺得 咦 商店的人不是走光了嗎 那就 剛剛呢 就是想 想的時候 那個升降機就到了 想起這件事的時候 那個升降機到了 開了門 一開門呢 看過去呢 他們就呆了 那個女人呢 沒有人出升降機 那個女人不見了 但是四樓打開門的時候 就看著 這個女人進升降機 但是當他們想著 那些人還沒走 下了一樓開門 已經沒有了 他們就說 原來傳說 這個遊戲 未必沒有它的原因 在一個空無一人的商場裡面 因為還沒開幕 他們突然之間 遇到這個怪事 當時就嚇到木凳口外 好了 到了商場開幕那一天 他們就很多 因為新開幕 他們本來就很慶高采烈 很開心 誰知道呢 就在開幕這一天 去到中間的時候 因為他們有一些 商場的店舖 就是做過 賣賣 減價 就引了很多人來 在這個商場的四樓 就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就是它有一個樓梯 那個扶手 就是掉了下來 那一班人就扑扑扑 扑了下去 滾了到樓梯 就發生了很多人受傷的意外 因為那些人搶 你踩我踩你 就發生了很多受傷的意外 而正正就在 在第四層那裡 所以這個Secure 心裡就覺得 事有QK 就是這麼巧 昨天搭這個電梯 四樓又出了這樣的東西 商場四樓又這樣 但是這個Secure 他就跟上司說 我其實在這個開幕之前 和我的同事都遇到這個怪事 那我上司一聽 就已經覺得很害怕 就向商場的老闆反映一下 那老闆當然 就恥口否認 當然不會認 你有古靈精怪的東西 但及後 這個商場 就已經改了四樓的樓層 就沒有了 就跳了一層 四樓就已經變了五樓的樓層了 就無論是電梯 還有那個商場那層 你記得是4 那個都已經改了 由四樓就變了五樓 接著那個商場 就 skip了沒有四樓這件事 嗯 連韓國都原來都流行 沒有四樓這件事 我以為是我們香港 在這個跳樓的Bungie Jump裡面 發生過一些很恐怖的意外 就是因為 我在亞洲地區的樓層很特別 很多樓層不同的文化關係 因為外國就十三不詳 就沒有十三樓 我們中國人就沒有四樓 或者沒有十四樓 有些樓 原來是又沒有四樓 又沒有十四樓 也都沒有十三樓 原來有些樓是會這樣的 你真的不實質地去計算過 去測過 是不知道的 那外國就有一個意外 那個意外我小時候聽到 我都很害怕 因為就是她媽媽 親自跟她拍了一條影片 就是影片 就支持她跳樓的Bungie Jump 她兒子上去 設好一樓跳樓 頭落地剛剛碰到地 就撞死了 就是跟跳樓沒有分別 她媽媽當然很傷心 她媽媽一定很後悔她這麼支持 她這樣做 原來就是計算了一層 她就是沒有計算到 原來樓是會有些地 有一層數是沒有的 她就是計算了這件事 所以就發生了這個意外 那其實我 聽到我也很寒 有些事情 就是衰論盡 是很恐怖的 那所以關於這個安全的問題 是不可以 假首於人的 一樣東西都要自己親力親為 那這個借鏡 恐怖故事 亦都可以借鏡給大家 逢是事關於幾 關於你們的事情 你們自己都要親自檢查一下 要看一下 不可以全部假首於人 譬如那些整車 人家是被人去維修 要知道是否真的整了 那些保險東西 那些卡卡的東西 你們自己都要小心 好 還有 之前我記得村長和第一 我忘記按計時 那個 OK 最後時間 好了 就是之前村長和大家說過 分身靈這件事 最近又有了 有人就說 給我聽村長很恐怖 我說什麼恐怖呢 他說他一個好朋友 好姐妹 好朋友 沒有可能認錯人 就在街上見到他 當時就WhatsApp 他說我看到你 轉頭 他說我上班 他說不是 我現在在旺角看到你 他就拍了一張照片 我去公司 他就拍了一張照片 自己在公司 我去公司 發給他 他看到的時候 他臉上的朋友 就在旺角 街上拍了一張他的照片 在街上見到他的照片 就拍給他 那 對方在公司 那個朋友收到 都嚇了一跳 他就拍了在一個側面 就是背側面 然後追過去 很像你那個人 離遠 他說真的 很像 自己都覺得是自己 而且剛好拍的那套 那件衣服 顏色也是一樣 他就 想想想 不是 那件衣服自己都好像有 他就說 很害怕 很恐怖 我就發覺 他問 怎麼看是什麼衣服 他就說 我問他有沒有說 牌子有沒有說 哪裡買 他說 就是買那些什麼 H&M 買那些 ZARA的衣服 我說這些衣服 真的很多地方都有 如果你是上班人士 村長都有 無數套 ZARA 村長都有這些衣服 那我就說 那你就 如果衣服相同 就不奇怪 但你剛好 衣服相同樣子 又那麼像 又是巧合了一些 他就說 是否就是分身靈 很害怕 今天就跟大家說 其實香港 也有發生過 分身靈傳說的故事 99個台灣都沒有四樓 十四樓 對呀 香港還有一些 還沒有十三樓 所以有一個樓盤 不知道是十七樓 去到頂樓 就不知道是十七 還是十八樓 但實質只有十五層 就是沒有這幾層 所以這些就是要小心 我都試過有朋友在旺角見到你 但你在灣仔公司 是的 有人研究過分身靈這件事 有不同的文化 宗教就說 分身靈的故事 我今天詳細跟大家說分身靈 在香港 1981年 油麻地地鐵站 發生很多人目睹 有人跳軌的事件 這件事大家都聽過 當時是列車停了 有人報警消防 傳說就是這樣 警方和消防來到 發覺沒有人 沒有人跳 但是眾目睹睹之下 當時很多人 都聲稱看到有人跳下去 原來他後面還有些厚著 我不知道是這些都市傳說 有人自己去跟警方說 因為他也是其中一個目擊證人 周圍來問你見不見有人跳下去 見到啊 然後再問的時候 他就再自己透露 就說 我見到那個人好像是我認識的 他說 請問你見到那個人你認識的是哪一個呢 他說 我覺得那個人是我 他說他自己當時都嚇到呆了一跳 看到好像一個自己的人 就跳下去老鬼那裡 後來他們相傳就說 這個人曾經給過這個口供之後 就沒有再聯絡到他 是因為他及後就過世了 他自己就是病了 病到醫院就過世了 所以這個都市傳說就恐怖了 因為看到自己的二重生 你看到別人的二重生不要緊 但你看到自己的二重生 相傳是非常不利的事件 除了這個人之外 法國也出現過二重生事件 還有其實我們很出名的一個林肯總統 想當年發生過這些二重生的另一事件 到一段時間到第二次回來講講 還有很多精彩的季告 見到第二次見 親愛的觀眾 是不是很想買羅詠幸令二村的節目呢 方法很簡單 冷靜一下聽著 首先你從我們的網址登入 你就要用Facebook或Email登入 登入後你就要選擇節目付費的方法 然後你在購買節目裡 知道選擇我的節目 就是羅詠恒令義村三個月 不要選錯 阿Jan說明是選錯了 不回水的 選了我們的節目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付費方法 分別你可以用PayPal Credit Card 或者銀行入數 如果你是用PayPal 或者Credit Card 基本上你一買了 就已經是直接 隨時可以收聽我們的付費部分 但如果你是用銀行入數的話 你就要傳回你的入數指給我們 我們就會幫你開通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還不馬上行動